嗨,我是白姐,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今天我们来解读鬼谷子的第六篇 五和 五是违背的意思 和是符合的意思 凡,趋和背反 既有适合 转化缓属 各有形式 反复相求 因事为之 在一个事件中 总是有应该团结的朋友和对立的敌人 对他们都要有相应的计谋 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 朋友和敌人像一个圆环一样 根据形式不同会相互转化 所以你要反复揣夺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 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 立身 立身,御事,师教,扬生,明明也 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仪 因之所多所少 以此先知之,于之转化 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立身,处世,师教,扬明之外 还要了解天时地利人和 以便抓住有利时机 事无常贵,事无常诗 圣人,常为无不为,所听无不听 成于事,而何于计谋,于之为主 何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中 必有凡武 凡于事,无于彼 无于此,凡于彼 其数也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尊贵 谋事没有固定的公式 圣人无所不做,无所不听 根据目的的不同 采取不同的策略 都是各为其主 符合了这一方的利益 就要违背另一方的利益 所以,计谋不可能 同时让两个对立的君主 都得到好处 一定会有一方受损 应和这个,必定违背那个 违背这个,必定迎和那个 这就是五合之术 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逾之 用之于国,必量国而逾之 用之于家,必量家而逾之 用之于身,必量身才能气势而逾之 大小进退,其用一也 必先谋律既定 而后行之以非前之术 在天地之间运用五合之术 必然要把天下万物都放在其中 而五合之术运用在一个国家 就要把整个国家放在其中 把五合之术运用在一个家庭 就要把所有家人都放在其中 把五合之术运用在一个人身上 就要把这个人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 总之,无论范围大小 人数多少,是进是退都是一样的 必须谋定而后动 还可以使用我们上期讲的非前之术来配合 古之善备向者,乃学四海包诸侯 五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和 古时候,善于利用人心向背的人 能协调四方诸侯 使用五合之术使朋友和敌人相互转化 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一饮五次臣服于商汤 五次臣服于下节 仍然不能有所作为 最后他决定臣服于商汤 吕尚,三次臣服于周文王 三次臣服于殷咒王 仍然不能有所作为 最后他决定臣服于周文王 这两个人都明白天命所归 所以,最终归顺了民主 非至圣达傲,不能遇事 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 不习心见情,不能成名 才智不惠,不能用兵 忠实无实,不能知人 不到圣人的境界 就不懂得世界的奥妙 就不能驾于天下 不劳心劳力去深刻思考 是看不透事物的真相 不细心观察事物的实际情况 就不可能功成名就 才可以进退自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 继续解读《鬼谷子》 感谢您观看我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